南投中辽有一处露营区传出动用私刑致死的恐怖世界 有一位刚接手露营区的谢姓老板跟其他三名员工 不知道为何对另外一位张姓员工不满 不只对张姓员工拳打脚踢 甚至还把现场的物品全都当成了刑具来使用 扫把水管都变凶器 直到张姓员工倒在地上不动才知道打死人了 事后四人都称自己没有动手 警方因伤害致死罪将四人积压境界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